好 人樂遊戲 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人樂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今天我們稍微的聽到了一些陸服的風聲 那麼咱們二話不說 直接來看一下陸服的新套裝 長什麼樣子吧 那看到陸服新套裝出來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的五盒似乎有望了 代表說破局這遊戲應該暫時還不會倒的 那咱們什麼都別說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究竟破局出的新套裝是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造型 以及什麼樣的效果吧 廢話不多說 Let's go 好的 沒有錯 咱們陸服最新出的套裝 就是這一套 鴻蒙套裝啦 分別是 開天神府 定海神珠 太虛神甲 山河神圖 跟九龍神年 這五件裝備可以組成鴻蒙套裝 那鴻蒙套裝的話呢 效益底下有寫 我們一個一個看 屬性的部分 總視為一樣是加64 然後是屬於均衡套 武力20 智力18 統帥14 魅力12 是很標準的男性英雄均衡套 然後 部隊收益的部分 全軍暴擊加10% 全軍格擋加10% 全軍速度加5 攻擊加800 防禦加300 傷害增益 騎兵加30 步兵加30 副將技能傷害加35 前面的騎兵跟步兵是對騎兵以及對步兵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就是把全軍都增傷就對了 全軍增傷30%的部分 再來 防禦收益 英雄技能免傷15% 兵種技能免傷15% 減免30%的趴傷效果 然後 特殊收益 戰鬥開始時會發動鴻蒙這個技能 部隊獲得4成效果 每成效果為全軍提高10%傷害減免 等於剛開場 有40%的傷害減免 部隊每受到一次攻擊時 移除一成效果 並反噬攻擊方的15%傷害 15%傷害 然後中間被自備擋住了 降低敵方10%的攻擊力 然後 移除全部效果時 直接攻擊對方最大兵力的10% 就直接炸10%的部分 好 這個套裝呢 老實講 我看到第一眼的時候 想法是 What the fuck 這什麼東西 怎麼感覺加起來好像沒什麼太多的特殊效果呢 你說它是兵種套嗎 不像兵種套 是英雄套嗎 又不太像英雄套 反正在我剛開始看到它的時候呢 我腦中只有一個想法 我們之前在講神龍套的時候有預告過 下一件出的可能就是續航套 沒有錯 這一件也比較偏向是一個 續航套的部分 它沒有很大的續航力 但它給你提供了很高的減傷 一樣是讓你可以拖長時間的 一樣算是一種半續航套的部分 那這一件套裝呢 適合誰 是個很大的重點 首先 基本上只要是續航降 你要用它都是很OK的 神兆雲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它會是季宣元套之後 第二個適合它的套裝 那再來 除了我們的神兆雲之外 誰可以呢 神劉備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也是玩拖時間的嘛 神董卓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基本上只要你看到那些角色 是跟拖時間有關的 都可以穿這個套裝 神兴彩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神兴彩穿這一套 其實我覺得效果應該也是不錯的 然後 還有哪些將是拼續航的咧 我思考一下 好啦 我們先講這四隻最經典的 神劉備 神兆雲 神董卓 神兴彩 這四隻基本上都是很適合 鴻蒙套的部分 那鴻蒙套呢 它的特色點在於哪裡 在於它提供你非常全面的減傷 首先 不看特殊效益 光上半部的部分 格檔率加10% 防禦加300 英雄技 兵種技 免傷15% 又檔30%的趴傷 基本上 這開場的減傷 就已經給的非常足了 再來 特殊效益的部分 鴻蒙不斷增加了輸出 而且還可以額外增加四成減傷 每次再降低敵方10%攻擊 並反噬攻擊方的15%傷害 好啦 講簡單來講啦 這件套裝就好比是個刺蝟 對 人家打你 你有被 你有靠你的肩刺防禦住了 然後刺還會扎傷別人 並且 別人因為被扎痛了 受傷了 攻擊力降低了 然後當你身上的刺都被移除之後呢 你會自爆 你會爆炸 你的刺會直接爆炸 再多炸掉敵方10%的總血量 所以鴻蒙套裝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刺蝟套裝來看 打你 被刺到 流血 最後刺會爆炸 所以說鴻蒙套裝究竟好不好用呢 目前單看數據來講 就單看這些基礎的數值來講 我個人覺得還是不錯的 那至於很多人在討論說 價位究竟怎麼樣 我覺得啦 個人覺得 因為四維的部分還是64 總合還是64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是五合 或者是在後續出的一件20萬套裝 就是跟神龍 福西 女娃那些裝備都一模一樣 都是20萬的部分 很多人一直在推測的時候 會不會比20萬更高 或比較低一點 那個人覺得啦 這一件套裝對比吉他的 福西 神龍 女娃那些 強度上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沒有到特別的爆炸強 逆天強 有它就無敵 沒有到那種程度 但它的強度是很高的 所以說我個人推測 大概也是在20萬那個附近 就儲值20萬元寶的部分 大概也就在那邊跑而已啦 不會相差到太多 那至於你說 如果你試玩最近比較常出現的 神烏禿谷啦 神山王啦 神雙豬啊 那些東西的話 誰適合買這一套 除了我們剛才講過四隻角色之外呢 神烏禿谷個人覺得其實也是OK的 然後 還有誰呢 有誰是比較拖時間的嗎 有人在說神文秧可不可以啦 但神文秧的話個人覺得 他不是到最好 他不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也是可以穿啦 但我個人覺得神文秧穿這一套 好像差了點什麼 有人說神朝P如何 神朝P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是不如穿福西或穿吉他 會比較好一點啦 神朝P也不太適合這一件套裝 那再來最近還有誰比較常用到什麼呢 神關羽當然還是繼續他的鬥神套啦 關羽到後期的變化太少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就是卡在那樣了 散套 鬥神套 第六件大家都卡那樣 然後 後期的熱門角 好像大概就這些了吧 看到大神在廝殺 大概都這幾個角色在廝殺 那所以 鴻蒙套我們講回重點 他的重點就非常簡單 他是一件非常好的續航套 值不值得購買 值不值得入手 個人覺得 有錢的話這套的 效果還是非常亮眼的 尤其他的輸出 效果是很強悍的 減傷高 輸出又高 降攻擊又反噬 還有額外的趴傷炸 效益是非常的全面 也是非常的平衡的 所以說 如果你有錢 不妨就買一件下來給你的 神福西 神趙元 神董卓 神星采那些續航醬 兵種醬 來穿吧 效果 應該都會是很不錯的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更好的 想跟我說的話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人員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到後 李宗盛 拍手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